你好,今天我要教你如何运行Blitz Report Blitz Report的理念是它在你的所有责任彩蛋里都能找到 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特定的职责下 比如这里我是应收外科业务 那你会在这里看到Blitz Report彩蛋像 还有一个Excel图标 你可以点击这个Excel图标 它会打开你之前运行的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面是应收客户洞察 要运行报告 除了只需点击运行按钮 这就开始一个后台并法进程 在第二个按钮上你可以看到状态 现实未等待中 然后当它运行的时候会现实运行中 一旦完成它会自动下载输出文件 如果你的浏览器设置自动打开 它就会这样打开 选择不同的报告是Shift Drawers 你可以从书值列表中选择不同的报告 比如这样 或者也可以双击字端 你可以双击每个字端来跳出数字列表 这对报告名称和参数都一样有效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国家名称参数 你自取双击 然后选择国家 你也可以使用F1键来查找不同的报告 按F1键会单出报告列表 你看到的报告 依赖于登录的责任 如果你被设置为标准用户 你只能看到当前登录责任下的报告 比如说 现在我是应收责任角色 所以我只能看到应收报告 那报告列表是按最近运行日期排序的 你直接之前运行的会在顶部 所以如果你总是运行同样的三个报告 那它们会出现在列表的顶部 那比如说一个会计规则列表是之前两个报告前运行的 依次雷腿 你还可以使用全文搜索 如果不知道报告的名称 你可以输入一个搜索字符穿 比如说某个具体的主题 比如文本和客户 它就像谷歌搜索一样 你也可以组合不同关键词 搜索首先会在报告名称和说明中查找 然后在底层的SQL查询中进行查找 这样你也可以搜索列名称 那比如说进一步在右边 你可以看到这些报告是按照文本 关键词文本和客户找到的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没有任何报告匹配名称 但有报告匹配底层的SQL查询 这意味着在这个第一个报告中 客户和站点中又和文本相关机和客户相关的列 那么让我回到另一个报告 比方说AR Pastier发票 当你打开一个报告是 你也可以选择 第二个字段中的模板 第一个字段是报告名称字段 第二个字段是模板字段 你可以选择可用的模板 也可以创建自己的布局模板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中展示 所以你可以例如选择一个模板 其上有一个带有基因标志的意标板 这是一个例子 然后报告会有一个额外的布局 因此根据你选择的模板 你可以有不同的布局 例如这样 所以这里我们有更多 在Excel中的高几个式 如果你没有模板 如果你去掉它 那么默认布局 总是会生成一个普通的Excel文件 现在它有运行了 它只有 像这次这样的数据 在这个模板上 让我选择模板 作为示例 你也可以 当你有参数在这里 是还有别的事情要解释 你可以通过双击这里的列表 来选择参数 你也可以一次选择多个参数 所以比如说 你可以使用这里的多支付选框 如果你想为多个客户运行 一个报告的话 你可以 选择客户 现在这是客户号码 让我转到客户姓名之段 你可以这样一个 搁选择客户姓名 所以或者 如果你知道自intesia.org 也可以在字端中输入或复制念帖 它们用分号分隔 你看当我选择参数时 它们用分号作为分隔服务 然后当你运行报告时 它就会专门 针对这两个客户运行 所以直到来我看看 我们是否有数据 是的 我们很幸运 这两位客户都有数据 你还可以做的是 不用一个一个输入或选择纸 而是从Excel文件中复制它们 所以你可以 比如说这里有个大客户姓名列表 你可以直接从Excel文件中复制 参数值列表 然后就可以 复制和粘贴它 而要复制和粘贴 您需要点击这个编辑起窗口 或者您可以使用快捷间 Ctrl1来调出编辑器 粘贴数字 然后点击确认并运行 这很方便 因为您可以复制从 不同的Excel文件中的参数列表 来运行报告 现在您看 它只为最大的客户运行 您可以对这些参数做的 另一件事 就是保存它们作为默认值 所以在定步这里 您有一个操作菜单 在这里您可以选择 将参数值保存到模板或报告中 如果您将其保存到报告中 现在它已经保存 也就是说下次您打开报告室 让我先转到其他地方的一个不同报告 然后再稍微回来我们的报告 您看参数只有默认夹进来了 Ctrl要清楚他们 您只需点击清楚默认值 就是这么操作的 所有报告都是作为后台并法请求运行的 您还可以回到这里查看请求 然后您也能在这里看到这些请求或报告 例如Sexit Center 如果您想打开以前的请求 可以点击查看输出 这和Oracle标准报告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 您也可以 这里这次输出没有生成数据 您也可以安排这些报告 并使用交付选项等等 我将在后续视频中演示 屏幕上的另一个部分是右边有一个下拉列表 这个下拉列表显示类别 所以报告可以被夹到特定类别中 这是您能够更快速地访问他们 例如我们的现成报告在基因类别中 如果您想选择其中一个 只需点击一个类别 然后选择其中之一的报告 或者您可以选择 在这里作为发布者 我们也有一些导入的报告 来自Oracle标准的 比如这个AI会记归规则清单 然后您可以这样选择报告 好吧 这就是如何运行 如何选择 以及如何运行Blitz报告的简要介绍 感谢观看